來到台灣最南端 墾丁的白沙灣 海水超藍 一望無際 要放鬆欣賞海景 來這就對了 遊客在陽傘下歉意看海 不過如果像這樣 遊客都還沒乘租 業者就先立一排陽傘 還擺上塑膠椅 先戰先贏 海景第一排好位置都被搶走 這樣就不行 甚至還有遊客抱怨 自備陽傘竟然遭到業者驅趕 我們聽這邊的人講 這邊都是在這邊很久的人 那我們也不知道說 他到底他是合法還不合法 安全不安全 那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來到這裡 有沒有受到相當的保障 可能要分區吧 就是這一區如果是業者 那就是這一區可以乾他們租 那如果他們用自己的傘 就去另外一邊喝水 就是把它分清楚 墾丁沙灘的亂象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 出租陽傘的業者佔地為黃 把公共區域當作自己的地盤 之前曾被取締 暑假一道又孤台附謀 其實依照肯管書的規定 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在沙灘營業的陽傘 以及水上摩托車業者 每年都要上繳6000元費用 不過業者也不能先占位 也沒全力敢自備陽傘的遊客離開 各遊區沙灘皆有規範業者 不得以陽傘強占沙灘 嚴重者將以侵占國有土地移送 業者喊冤 成親從來沒有趕過遊客 今年暑假生意直直落 肯定的生意慘淡 遊客湧入店家求之不得 在國旅低迷之際又再爆亂象 對店家來說是雪上加霜 東三新聞瑜伽熊 在屏東的採訪報導 在屏東的採訪報導 ante屏東部 在屏東點 下屏東 有約